好 我們其實要關注是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原本規劃說在昨天要和前立法院長王金平 在土城合體 開啟請映之旅 但是呢 計畫提前曝光 再加上兩個人公務繁忙 所以延期 不過根據本台獨家掌握到的消息 除了說王金平之外 還有一位關鍵人物 那就是呢 附有國際集團的這個總裁 洪春謙 根據瞭解 郭台銘呢 考慮參選之後 其實私下 私下請益 洪春謙他也靠著送後的延脈實力 替郭台銘來前線 郭台銘原定10號邀請好友王金平 領路在土城開啟情意之旅 但兩人會面 見光死只能延期 不過根據本台獨家掌握 當天相約合體拜妙的 還有一名重量級人物 他是有富國際總裁洪春謙 能夠長寿久安 他很樂意來效力 如果將來有機會 王院長能夠當我們的總統 八年前洪春謙力挺王金平選總統 登上新聞版面 不只和郭王兩人熟視 更是和前黨主席吳敦毅交好 四年前就是他幫忙吳郭 牽線結盟 影響力不容小覷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郭台銘這次氣心動念 也曾找上洪春謙請義 還透過他牽線接觸要角 當然 郭台銘手中王牌 還是本土派大佬 王金平 向他請教一些在台灣的這些未來的方向 王金平善於收攏組織地方派系 正常觀察郭台銘接觸王金平 正是在還沒投入資源宣布參選前 先在檯面下組建系統鞏固實力 到時候自然黨中央到挺侯派各方人馬臣服 不得不替他排除參選障礙 經過人事也不諱言 郭台銘確實計劃敗會歷屆黨主席 從馬英九 洪秀柱到吳敦義 都得走訪一遍 要等國民黨他的辦法要出來 郭台銘在等國民黨的辦法出來 外界認為不單單是指 讓他恢復黨籍的辦法 某種程度上也是喊話 國民黨中央提出總統提名特別條例 確保讓他在回黨之後 也能順利參選 他不是不想參與出選 而是在出選出前 也要了解遊戲規則 郭台銘接觸戰商界 鴨子滑水 國民黨2024總統提名辦法 恐怕無法再依托待變 記者焦國鋒 曹廷韓採訪報導